最近经常有人问我,就是家里这个鱼都需要喂什么东西啊,我就很纳闷了,我一般这些小鱼都是为的是这款贴片鱼粮,然后钢里的这些鱼是前段时间我们淘汰下来的,然后一些发色比较好的全都给粉丝们发走了,如果你想让你的鱼给你的互动性比较强,就用这款贴片鱼粮,我给大家演示一下,直接把这贴片鱼粮放在水里,然后放在鱼缸上摁这么两三秒,钢里的这些小鱼就会全都聚集到, 然后这个时候,只要你的手干净,你就可以把手伸进去,给你的小鱼互动了,时间长了,久而久之,他们就不怕你了,你像这一条大个头的,是前两天我刚去河里抓的,然后剩下的这些,体色都已经退去了,所以说最近只能把他们放到这口缸里,给他们把体色重新养出来,你像这一条,小鱼咱们就用这款贴片鱼粮,然后你像我的这些黑巨王, 鱼鱼,眼镜蛇雷龙,还有这边的大胭脂,以及下面的这些红富食人鱼,我一般喂的都是这些,小鲫鱼,淘汰的小庞皮鱼,这些鲫鱼一般都是我回来养了一个休期了,所以说可以直接给这些鱼, 这家伙我还没看见怎么回事呢,就已经我把刚才那条鲫鱼给吃掉了,然后再来一个大个一点的,给咱们这条红帝王,黑帝王,就是这么迅速啊, 他说这些虎鱼都没机会,这些虎鱼一般都是吃这种麦碎,像这种大麦碎, 我直接投胃进来,正样的小鲫鱼,喂给这些红富,一转眼尾巴没了, 至于我这两条一点品项都没有的黄金眼镜蛇雷龙,他们吃的就是窝窝老的这款, 窝檐南极林虾,一人一个虾球,我再给这个来一块, 家里的这些鱼,我一般喂的都是这玩意儿,哪怕是这个乐龟,我都是直接给他喂小鱼, 小鲫鱼,懂你